苗栗县鲤潭水库打破了去年连续一流的记录 去年因为干旱鲤潭水库见底 还好月底的第一波美与封面到来 7月的水库达到了满水位开始一流 连续一流65天 而今年的水量丰沛 鲤潭水库从3月28号开始一流到现在 也打破了去年记录 鲤潭水库满水位 绵延的水沿着锯齿燕一红到流下 形成一个个如丝状的瀑布 疗愈的水流声回荡在山林间 让群山环绕的鲤潭 仿佛变成了人间仙境 不少民众慕名而来 就算飘着雨依旧游客前来欣赏一流美景 但其实在去年四五月 鲤潭水库面临历年来最严重的汗象 有效蓄水率一度胜不到5% 先人建造的河渠和房屋 随着水库干涸 让客装的历史遗迹重现 还好后续没雨封面报到 才疏解汗象 从7月打满水位 连续一流六十五天 而今年水量丰沛 鲤潭水库从3月28号开始 一流至今 已经打破去年记录 管理单位强调 目前水情状况良好 但七八月台风季 是否会持续降雨 得看老天爷 因此除了做好调配 民众还是得节约用水 另外前来观赏一流美景时 除了留意自身安全 也务必遵守防疫规范 即将一节苗栗报道